这是两位骑士的首次合作 面对移动迅速的邓灵 真思在看青莲的目的后 他主动与叶琦并肩作战 并同时释放最终降临 在上次真思迎战邓灵时 邓灵凭借武器的优势 多次将真思击倒在地 好在最后的关键时刻 他想到叶琦同样的举动 随后他迅速拿回武器 一击将邓灵打成重伤 接着他使用重击降临 召唤新型武器龙力者 借助无双龙的强力火球 瞬间带走眼前的邓灵 然而在战斗结束后 真思听到孩子的那喊声 他随即赶往现场查看 却意外看到连的身影 眼看孩子受到了伤害 以及黑意突然的消失 真思误解连就是行凶者 再加上连不肯主动解释 他坚信连就是始作俑者 片刻后幽一向其询问 连表示敌人已经逃走 并且有附数行动的习惯 但真思对看到的一切 仍然没有一丝的怀疑 随后产生误解的真思 一直想找机会询问连 然而连的性格十分高了 不仅不想要搭理真思 还让管闲事的真思还钱 碰巧此事房东打来电话 想让真思尽快交房租 而连趁此机会离开 过了数个小时后 真思带着扔出的行李 暂时安排在公司之中 不料令子看到这一幕 随即吐槽真思的行为 简直把公司当成了家 听到令子如此的说辞 大九宝立马藏住衣物 不料在几人对话之时 另一位下级端起横温箱 并表示此处是蜥蜴的家 瞬间让三人当场傻眼 经过一下午的工作后 真思来到优衣的咖啡店 他表示优衣经常接近连 现在优衣的处境很危险 但优衣却反驳地说道 可能是因为真思太弱小 才不相信强者说的话 因为自己目睹过连的战斗 每一次连都会竭尽全力 根据以前对连的印象 优衣十分坚信连的人品 而一旁的真思也有所动摇 到了第二天的上午 真思来到邓灵的袭击地 意外碰到守在此处的连 借此机会他再次询问 但连依旧十分地嫌弃 而且厌恶真思说个不停 于是连将真思拉至角落 同时为了以后的战斗 连下定决心向真思动手 经过几回合的战斗后 被动的真思展开反击 与此同时附近的校园中 邓灵盯上了两位小女孩 在这异常危险的时刻 有所感应的连与真思 及时赶到了事发地点 此时看到这一幕的真思 发现邓灵隐秘了身形 而真思瞬间明白真相 原来在那次的事故中 由于邓灵的移动速度快 才导致真思后来感到时 没有感应到邓灵的出现 这时邓灵的声音传来 两人立马跑到镜子前 并迅速召唤腰带 面对境世界的怪物 连与真思纵身跃向空中 一击将邓灵击倒在地 然而在两人追击之时 两怪分别跳向另一侧 击战几个回合过后 拥有速度优势的邓灵 将连击至真思的战场 眼看局势落入了下风 连随即使用契约降临 召唤黑暗一幅协助战斗 而看到这一幕的真思 主动学起叶旗的操作 利用无双龙击飞邓灵 随后两人使用最终降临 真思火属性的一脚踢击 连高速螺旋的一招钻击 瞬间击败进世界的怪物 结束眼前的战斗后 契约兽吃掉两怪的盒 接着两人立马返回咖啡店 但两人依旧是十分嫌弃 此时在某处的古董店 有一人拿出前期的卡盒